好 另外此季美国新泽西分会也举办了御佛典礼 这次呢 包括了慈一之宫 当地的医生还有台湾的驻外官员 大家都前来参加 另外这个宗教的年度盛世 费城的民众还特地包车前往 远从160公里外的费城 包车来新泽西 145位民众准时赶上了当地一年一度的宗教盛世 在音乐声中 慈祭志工庄严走出新泽西分会会所 预佛典礼正式开始 包括志工 医师 民众以及台湾驻外官员 都排除外难前来参与 我了解慈祭基金会 不管是在新泽西这边 不管是在纽约这边 贡献都非常非常的大 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感佩 慈祭引领的一言一行 往往能从中得到更深沉的体悟 在分会帮忙翻译的巨公便有此想法 每次我翻译 每次电视频 或书记 每次我翻译的电视频 或认为我的生命 或是我的家族的生命 或是我的朋友 或是我的朋友 或是我的身边 巨公在现场也举办园游会 摊位上的素食佳肴 来自一位长期如素的餐馆老板 吃久了以后就觉得说 众生的肉就是我肉 那就是有一种悲悯怜悯的众生的那种心 推广素食同时也介绍慈祭竹筒岁月 这都是由当地慈少主动投入 陆陆续续就已经五六十块钱 虽然一个五块五块 他会介绍说这五块钱的作用 然后还任养竹筒岁月 再介绍大哀杂志 我觉得他们真的很棒 年度欲否盛序 慈祭之功有幸安排 也让人回想起许多善念的初衷 戴新闻 真善美之功 新泽系报道